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款好用的遠端軟體 遠端桌面的軟體 叫做AnyDesk 然後 像之前那個Tim Vula的遠端其實還蠻好用的 但是後面常常會出現那個 疑似使用商業行為的那個提示 所以Tim Vula基本上現在變成非常的不好用 那介紹這一款的話 就是可以提供給有需要的人 他如果需要遠端協助或是怎樣 安裝快速 你可以在Google打 anydesk 關鍵字搜尋any disk 搜尋之後呢可以看到相關資料 上面會有一些教學 你可以找到像這個就有教學 那我們現在是直接上面這個是官方網站 這個連接官方網站 那我剛剛是因為我已經有瀏覽過他的頁面 我有選過中文 那你可能進來的時候可以看到的是英文介面 那看不懂的話就選中文 那其實不選也沒關係 直接就點擊這一個 下載使用就好 下載使用之後他會在這裡 那 點下去呢他會先 讓你免安裝使用 請看 執行這叫執行 執行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anydisk的 anydesk的介面 這介面 然後這個平台呢就是地址 那你可以設密碼 你可以設密碼 你可以設密碼 這邊可以設使用者的訪問密碼 自主訪問就是說 所謂的自主訪問就是說人家透過密碼 只要有你的編號 跟密碼他就可以直接登入 遠端你的電腦 那我現在是做個教學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設 當然你如果說長時間要安裝在系統裡面的話 其實設個密碼是比較安全一點 沒有 就算有 就算那個 有你的 地址 但是沒有密碼 他是沒辦法訪問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設密碼的情況之下呢 那 只要有你 只要有你上面這個編碼 然後他 直接在這邊 這邊 輸入 比如說204 418 284 直接輸入的話 那 他就可以遠端了 這邊按連接就可以遠端了 按文件傳輸就可以傳輸 那 還蠻快的 連接的速度還OK 那 這個只是 這個現在點執行之後呢 他現在並沒有安裝 你現在打X的話 他是完全沒有安裝到你的電腦系統裡面去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長時間 長住在你的電腦的話 那 你就必須要選擇這個 在 本機安裝 AnyDesk 或是說 如果你關閉 他應該也會問你 我們就關閉 他會問你 是不是要保存 就是要留下來 那 直接點擊 他這個是適用 那基本上如果你只是 臨時需求 工作需求 需要 朋友啊 或者是說 有一些公司行號啊 他需要你 幫你遠端的話 那你就是其實 只是執行一次就好了 你不需要安裝 但是如果你希望是長住的話 你可以點安裝 像這樣子 點安裝的話 當然就會有安裝路徑 然後建立 開始 開始 菜單的 快捷方式啊 安裝 AnyDesk打印機啊 然後 自動保持 最新版本 就是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 然後你可以 同意 直接同意 那他就開始會 進行安裝 這個就 也是點安裝 然後 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這個是可以 遠端打印啊 遠端打印就是說 我可能在這台電腦 這邊 然後我連線遠端 然後用那邊的印表機 印出文件出來 它有一些功能 然後這是設置密碼 設置密碼就是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 設置密碼 然後 交互連接 始終允許 它其實交互連接 這邊有一個安全選項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當打開的時候 允許 也就是說 當這個軟體是有執行的時候 這個視窗打開的時候 人家如果輸入 你的 這個地址連接 是可以直接連的 那 如果你沒有打開 你是關閉的情況之下 就算他人知道你的 這個地址 也沒辦法連接 那 所謂的 為什麼要設定密碼 其實有的人 譬如說 好比說我可能公司有電腦 家裡有電腦 我希望 隨時 隨時都可以跟家裡的電腦 做遠端 那你可能就要切 始終允許 然後呢 允許自主訪問 設定密碼 比如說一密碼1234567 然後 確定1234567 設定密碼是1234567的話 在家裡的電腦 如果要 登入這個 他會 他必須要 輸入密碼 他才可以遠端 你如果是 家裡面有設定 那你就可以直接 遠端家裡面的電腦 隨時隨地可以遠端 還蠻方便的 然後其他的功能的話 大家可以自行做個研究 語言的部分 他有繁體中文 語言的部分 有繁體中文 然後他會說 叫你重開 那我們就做重開 這是繁體的 那 用詞方面的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改 有 用詞方面的話 就是繁體的用語 用語 這叫隱形登入 它叫隱形登入 就是當他窗口的時候 做隱形訪問 那這個是隱形登入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是 你可以研究一下 然後 據說這個 這個的 功能 很 很不錯 連接的速度 也很快 然後推薦給大家 然後安裝 這安裝完畢 如果 你 要一些 其他相關設定的話 就在這邊 做更改 他也可以 像這個介面啊 那最大化的時候 隱藏任務欄 結束的時候 徵求意見 這是不需要 然後 接收聊天訊息 做之類的 這允許 然後 基本上他 他好像 不知道有沒有像那個 Timula 可以開機 自動啟動的 最新狀態 他會搜尋 他會搜尋 他會在本地 就是在區網的時候 搜尋其他客戶端 換句話說 你也可以 遠端去 那個 區網裡面 有裝AnyDesk的 電腦 他不知道是不是開機啟動 最大化 遠端協助 就是 說明 這密藥當然就是 購買的 購買 許可真的沒有 這FreeOne 就是只准 一個人使用 就是個人用戶 連線的部分 聲音 說明 隱私 這些 會發歷史 通訊錄 我目前是沒有看到 可以設定 開機就啟動的那個選項 我目前沒有看到 那不知道他有沒有默認 開機啟動 這部分可能要研究一下 我嘗試關閉一下 來 關閉 關閉它 它是會在這裡 待機 就有點像是說 我們裝的這個是T-Mule T-Mule在這裡 也是待機狀態 然後這是AnyDesk 那 至於 關機之後 它會不會自動啟動 這個部分 我就不多做說明 可能大家可以 可以研究一下 它可不可以 可以那個 開機的時候就 正常來講 如果要達到這個 未經 未經監控 這一個的話 那 開機自動啟動是必要的 這邊沒有看到 這邊都沒有看到 開機自動啟動 應該是它默認 開機自動啟動吧 我認為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 簡單的 簡單的 介紹一下AnyDesk 這個系統安裝 然後呢 提供給有需要的 包含我們的客戶 如果它有需要我們遠端幫它做什麼的話 那你其實就是直接 甚至於不用安裝 你直接到 這個官方頁面 點下載 直接啟動 然後跟我們講 你的這個碼 提供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直接幫你遠端 那當然遠端的時候 還有一點蠻重要的 一邊幫客戶解決問題 一邊還要談話 那談話的部分其實可以用LINE 或用其他的 這個裡面 這遠端系統 不知道有沒有 對話的 設定 這應該是有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 這有音訊 可以達到兩端對話的目的 好 那這個軟體介紹就到這裡 那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感謝 掰掰